恩人,我可算等着你了,刚才去你家里找你,你们家小妹说你背着筐出去了 婶子和我招招就好了,和恩人做什么 招招,我做了鱼肉捞饭,等着你一起来家里吃呢,走,快回家里去 李婶子很快将捞饭盛了出来,她给自己和家里孩子盛了小半碗,又给陆招招盛了一大碗 面对李婶子的盛情,陆招招没有拒绝,默默将这碗饭给吃了 吃过了饭,家里孩子便被李婶子赶出去玩了 顺不知道咋谢你才好,我知道,村长让开堂,一定是你给想的法子 往年他都要拖到他儿子回来才行 李婶子客气了 这咋能说是客气,你这是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啊 这鱼左杆卖上了价钱,我换了粮食回来,撑着过,好歹能活命 你是我们一家子的大恩人 婶子为了孩子四处奔走,我最敬重的就是婶子这样的慈母 我实在是不知咋谢你了,赵赵你放心,以后我们这一家子都要给你当牛做马的 我儿子以后如果出息了,不能忘了你这个恩人 如果没出息,那就一辈子跟你当牛做马,就是我死了,我下辈子也得伺候你 这李婶子是不是太朴实点了,他想了想,又拿一两银子出来 你,你这是干啥 陆赵赵将银子放在李婶子手上 婶子言出必行,请我吃这顿饭 但是今年地里颗粒无收,我也知道婶子家里难过,今日这顿捞饭,换成寻常的粗粮,都快够吃半个月了 我不是施舍,婶子拿了这银子,熬过今年,再请我吃十顿捞饭 婶子,我先回去了,改日再来看你们 娘,你怎么了,是不是恩人他不喜欢吃捞饭呀 要不,我去码头扛一日的货,看看能不能再换点啥粮食 咱们给做嬷嬷吃,娘做的嬷嬷好吃 盛和,恩人是个大好人,咋可能为难咱们 这银子,也是她给的,娘是苦,娘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好人,可是又没有什么能够回报她的 要不,来年春起,咱们给恩人家里的弟弟除草干活吧 好,等着春起了,咱们去给恩人干活,天也快冷了 这几天,娘去上里捡一些枯柴,给恩人也送去一些 那我跟娘一起去 你在家里,好好地看着弟弟妹妹,娘自己去 好了,先家里去,等明儿个一早 娘就去城里,再买点米糠,尝和着玉米面一起吃 咱们家这个年也好过了 陆招招回了姜家 你还知道回来 我自己的家,当然得回来啊 娘这是去河里和鱼决斗了 呸,还不是你非要让老娘和鱼儿去钓鱼 老娘人都被鱼给拽下去了 要不是鱼儿拉了我一把,这不定我得咋样吗 那鱼呢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我这差点都没了,你还敢问鱼 我是让娘去抓鱼的,当然要问鱼怎么样了 大嫂,鱼在木盆里呢,我瞧得有六七斤大呢 大嫂啊,咱们村河水浅,剩的地方不多 这会儿能钓这么大鱼上来,真是不容易呢 大嫂,这条鱼应该够我和轩哥哥的口粮了吧 接下来几日,我是不是能歇着 怕是不够呢 二弟妹可能还不知道,咱们家不管做什么 只要有收获,我都只按照一个时辰三文钱来算的 而这条鱼则是家里人一起吃 如果哪天二弟妹不干活的话,那二弟就没饭吃 这条鱼的对方就没拿过来